是 我想特別是這些 不明來源的花花草草 真的會增加肝腎的負擔 所以說真的 來路不明的所謂的飽肝的東西 還是不要亂吃的好 我記得台大醫院之前做過研究 他們把13年當中 所有的藥物造成的 肝的傷害的案例累積起來 所以要吃這些東西 真的要消 也就是反應 台灣人情味真的很濃厚 都很適合 很適合 適合這個中毒的一大堆 對 但是像剛剛講那個拉筋 拉筋後來做研究 當然證明說 它真的還是有一點點 對化學性肝病有效 但是還是要注意 剛剛提到說 它飄零高 所以容易引起重風 痛痛 對 然後再來是鈉離子比較高 假如高血压的病人 真的要注意一下 也不適合 對 所以這邊我就特別跟大家提醒說 其實我們肝病 還是有分成三種 一個是病毒性肝病 這我們就知道 B型 C型肝炎 A型肝炎 這個是很重要的 這叫病毒性的肝炎 對 這是病毒性的 再來是代謝性肝病 代謝性肝病 脂肪肝嗎 對 脂肪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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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是最常見的 最後一個是化學性肝病 什麼叫吃藥吃多了 化學性包括酒精 酒 化學性 還有你吃到某一些藥物 其實我們剛剛提到說 有人吃有效 為什麼我吃了變中毒 體質不同 體質不同 那這些化學物品 就可能造成你肝的傷害 還有這麼多的空氣汙染 水的汙染 對 那這些東西你吃 包括食物裡面很多農藥 都要經過肝臟解毒 對 有的代謝的要 有的你就代謝 對 那假如說你的肝的解毒功能 剛好比較差一點點 糟糕 就發炎了 那乾脆都不要吃好了 對 還是要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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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沒有啦 你還是自己本身抵抗力要夠強 因為你接觸的東西是很難去 對 避免的啦 所以你要了解病毒性肝病 跟代謝性肝病 跟化學性肝病 你自己要了解 你是屬於那一種 對 那我再提醒一點就是說 我們現在台灣最重要的 肝硬化肝癌都是B-C肝 就是病毒所造成的 對 但是病毒可不可能合併有代謝性 就是我有B肝合併脂肪肝 會喔 研究發覺說 假如B肝就合併脂肪肝 那你得 就快快 因為脂肪肝比較容易 因為大家大吃大喝 就有脂肪肝了 對 所以當然你又有病毒性 這兩個結合 結果比一半人多五倍了 對 你已經有B肝了 你又大吃大喝又胖起來 那你肝硬化風險 就變成其他的B肝的人的五倍了 那有三個結合的嗎 有 哇 我也是 太糟了 那讓我們再看 那有沒有B型肝炎合併 化學性肝病 也很多 事實上很多在工廠上班的 還有接觸到很多的化學物質 還有我們每天外面 這麼多的汽車的廢氣 你能夠避免掉嗎 他下班又要應酬 又要喝酒 對 喝酒 然後他又沒有疫苗打 這三個都在一起 那這樣是10倍 風險更高 很好耶